一上捷运不少人习惯动作低头滑手机 卡卡的 上网吗 有一点点 就雷格雷格而已 例如在看什么的时候 网页而已 都说搭捷运滑手机有时候觉得网路卡卡的 其实是因为台北捷运的人潮相当的多 有时候网路当然也会比较慢 根据ACC最新3G行动网速调查 在台北捷运车厢上网速度竟然输给高雄捷运 因为北捷债运量大是高捷的10倍 所以速度也被瓜分 搭过高铁的民众一定都发现在移动中的高铁上 网路经常挂点 因为高铁时速高达250公里 造成网速不稳定 IP行进飞速上网归速 相较台铁自强号时速约120公里 火车上上网相对比较稳定 另外全台失调国道也被打了分数 国道6号上网最快 国道8号尽陪莫座 在国道6号部分的话 因为它的 如果是机器台一样的布测情况下 那如果它的交通流量小的时候 那在国道6号上面所使用的行动通行户 就会获得比较高的速率 不仅大众运输和国道被评比 全台22个县市也一分高下 外道澎湖人口少 上网速度快又稳拔得头筹 但最后一名搬给新竹县 新竹地区的民众下回滑手机 观察看看是否上网特别慢 记者洪锡宇 邵玉敏台北采访报道